大甲妈延迟3小时住驾的彰化天后宫 抢鸭叫金抢出火器 今年的大甲妈族绕镜接近尾声 14日晚间回程再度经过彰化市区 虽延迟3小时但过程上称顺利 不过仍有些小插曲 昨晚绕镜都有进入彰化时 一名酒驾男子硬传管制区 被挡下后与远景口角冲突 被压制带回侧的酒特值0.82 以公共危险罪送办 而大普路南平街口 也疑似因为抢鸭叫金发生冲突 警方立即压制并带回三人 此外并未在上演打架事件 因为绕境队伍9日南下入境彰化时 民生地下道附近发生冲突 连远景及摄影记者都惨遭殴打 加上彰化市大普路和永乐街 向来为格斗赛的一级战区 彰化县警察局长方阳宁撂下重话 警方释心透过刑事系统 分头约制告诫镇头人士 并征派警力维持秩序 在南宫董事长延青标 及副董事长郑明坤 也在一起冲突路段亲自服教 妈祖兰教在今天凌晨 进入永乐街天后宫住驾 四分钟后又立即起驾赶入 沿途并未发生冲突 顺利通过彰化市区 不过沿途仍有不少人 违规燃放烟火 尤其在民族路雨华山路口 竟然施放烟火长达四五分钟 让附近居民抱怨实在太吵 希望功全力取缔开罚 地方中心账号报导 加入考评与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出品